今天再想请问三位 如果就是我们选总统的话 你们认为我们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 什么样一个总统是一个我们应该选的总统 我们应该看这个价值而不是利益 就是它的价值在哪里 就是我们投这个价值票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我们基督教所认同的东西 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所赞成的和反对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这两个党的话呢 到底哪一个它的这个理念呢 和我们比较接近 刚才我讲的共和党呢 它是比较跟我们接近的 对吧 包括这个它这个维护这个人人平等 在维护这个自由 在讲究这个法治等等这方面 所以我是比较赞同这个 他呢又反对这个堕胎 反对着同性恋 而呢另外一方面呢 正好就跟他这个相反 所以的话我是 我觉得能要看中这个价值 而不是说啊这个对我有什么利益 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个价值和利益是两个层次 你站在不同的层次 你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如果就是我们仅仅从我们个人来看 从我们个人现在的家庭 或者我们现在的处境来看 那可能是一个A选择 如果要是从价值的高度去看 国家的未来 然后你的子子孙孙 可能一百年之后的未来 整个价值观的未来 整个坚守基督精神的未来 可能又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 所以很多 我感觉很多我们的华人 大家有许多矛盾冲突的时候 两人吵起来都吵不出一个结果来 我估计可能就应该是 这两个高度的问题 两个高度的问题 它站在利益上 它站在永远的价值上 甚至是原则上 或者它是看短暂的利益 还是看永久的利益 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是注重 在短暂的利益上面 或者它有一些 它原来的背景情节上面 然后它挣脱不了 自己原来的情节上面 所以导致它会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 其实我记得 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首相 丘吉尔首相 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民主制度是全世界 除了所有制度之外的 最坏的一种制度 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在人类 都是以利己为中心的 这么一个社会状态中 大家都一切都为自己想 因为这是人的背离了神以后 那么人都是非常自私 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 在这个过程中 那么唯有民主制度 似乎可以拿出来 能够似乎让大家 能有一个方法 可以运作起来的 比较好的一个 比独裁要好得多 是不是 那么现在这个讲法 就是说所有人的制度 是没有一个制度 是完美的 不可能的 民主制度有它的很多问题 举个例子 因为是我们遵循圣经原则 我们相信神讲的话 人之初不是性本善 我们中国人讲都是 人之初性本善 是不是 我们圣经讲 世人都犯了罪 亏据了神的荣耀 我们现在实际上 选一个五大郎当总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选的人 可能都跟五大郎那种气质 都不怎么样 圣经讲得很清楚 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说 看他的价值观 代表着我们的 对我们来讲 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个价值观 这是我们投票 最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不管是谁当总统 选上来 我们要监督他 这就是一个 一个所谓民主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选的 这个总统代表 我们要真正是代表 基督精神建国的 这种国家的利益 而不是单单从我们个人的一个利益去讲 我觉得我们能够第一代移民 能够在这边 能够继续生存下来 就是因为我们也勤奋做工 我们努力做extra mile的东西 那圣经上也教导说 我们要行公义 好联名 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反对社会福利 而是说真正的公义 就是要按照圣经的原则的公义 才是真正的公义 所以我们要有慈爱的心 来帮助需要的人 而不是说一味的让人家滥用这些东西 那是不对的 反而使他更加的退化 是 没错 其实咱们选一个总统 并不是选一个非常道义 研究很深的一个学者 或者是我们选一个身体很棒的运动员 我们是在选择他的某一点 他这一点正好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 在美国国父华盛顿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 华盛顿他后来有人在给他做总结的时候 华盛顿他是一个勤奋的军人 但不是一个军事天才 他是一个努力的总统 但他不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 这其实说明什么 就当初选择华盛顿的时候 大家并没有去选择他的打仗能力 也没有选择他 他以后能怎样把这个国家 就是做的多么多么的科学 或多么多么的理想化 而是选择他 就觉得这个人很诚信 他有信仰 他在当了大陆军总司令之后 把英国人打败了之后 他能够把权力交给国会 这是很多人当初选择他的原因 你说要用这种去衡量 现在的川普总统 大家来分析一下 所以我就觉得像所罗门王 他也犯了很多错 可是只要你敬畏神 你真的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君王 那他也会犯很多错 在他的执政当中 那我就所以就觉得说 你看我们现在那些牧师 就是比利克莱姆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他就为总统来背书 那我觉得像我们现在生命纪看 我最近看 就是刘传江牧师 还有王伯利 他们都真的是就说 基督徒们 你们要投自己神圣的一票 为着你们自己的信仰 这其实圣经的教导 那个神的话语 我们其实都应该是明白的 如果你是一个 打算投民主党人的 这么一个 一个弟兄姊妹 一个基督徒的话 你从我们信仰的根基去考量 是吧 我们应该看看从哪个根基上 看神的属性 属的神的公义 神的爱 什么是最好的方式 能够让福音广传 什么是最好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的信仰 能够在这个土地上发扬光大 而不是走向反面 我其实来的路上 就一边中午吃饭 跟我女儿都聊天 因为我发现他们现在的孩子的想法 都比较偏左 那他也 我也是跟他讲到说 我们第一个不是选女婿 我们也不是选一个圣人 对吧 所以我说我们选的 我说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 有个性有性格的人 但是呢 我们是不是要用圣人的标准 来要求他 包括我说 如果我们都知道 我们自己是罪人 我说在这个屋子里面 耶稣都说 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 拿起石头打这个罪人 而且claim我们自己是圣人呢 因为我们一个都没有 所以这样他就说 OK 就是他就他就明白了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说 我们是要 看他是不是要能够保持我们理念 我们的传统的价值 而不是针对一个人 是不是有个性上 有什么活着你不喜欢或怎么样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川普他上台之后 他起码就做了很多 就是有利于基督教的这个 这些政策也好 这些做法 比方说他一上来之后 他就把这LGBT的网站 就从外公的网站就去掉 我觉得他也是很 政治不正确 因为他可能觉得 不符合他的这个信仰的 这些东西 价值观 对价值观 对 另外的话 他也通过了很多的这些 这个政策 法令 然后保护这个基督教 有这种聚会的自由 或者这个参与社会的这些自由 我觉得这些也是非常重要 对吧 另外的话 他也是非常的支持 他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些牧师 好像25个 有个牧师团来着 跟他们经常有这个聚会 有祷告 我觉得呢 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非常敬畏神的 这么样一个总统 以前在奥巴姆的时候 我们连Merry Christmas都不能讲了 圣诞快乐都不能讲了 因为政治正确 对 Happy Holiday 只有到川普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继续讲这个圣诞节快乐 前年什么时候 那个有一个State Senator 有邀请我们家孩子 就去那个 State Capitol去做义工 然后那天因为我要摘车袋去 第一天进到里面去 所以我就觉得很Amazing 就是说他们是以祷告开始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容易 就是说一个政府的机关 那我就觉得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要敬畏神 才能够被神所祝福 这个是我们大基督徒的一个共识 那离弃神 或者甚至背弃神 或者做神所恨恶的事情 那真的就是走相灭亡 对 No doubt about it 还有一个呢 他提名两个 这个比较保守的大法官 大法官 我觉得呢 就是说呢 如果你就是不认同这个川普的话呢 如果他提名的这个大法官呢 他的影响呢 是将来几十年的事情 如果他再继续这四年的话呢 他可能还能再提 一个保守的大法官 我觉得呢 这对于将来我们多少年 这美国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 我觉得呢 影响是非常大的 远远超过他这个执政的这四年 或者八年 另外一个很多左派攻击川普的一个 很大的原因就是说 对其他的宗教 所谓的不平等 就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他动不动就是拿 他唯一能够打压基督徒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政教分离 你们要政教分离 你们这个讲很多这个事情 甚至在大学里边一个老师 在课上讲一句圣经的话 或者再怎么样都会遇到问题 甚至影响工作 这个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你如果打压基督教 而所谓弘扬别的宗教 这个就违背了最初的信仰原则了 这段时间特别是西部 波特兰西雅图好多打杂桥 好多政治正确 好多社会正义 这些情况的发生 确实让人很心痛 这两个城市 我刚来的时候都曾经去过 都是非常美丽的城市 都非常漂亮 甚至当初差一点把家都安在了波特兰 我现在感到很庆幸 没有在那边 当初我还想搬到西雅图去 是吧 感觉很庆幸 同时也感到很痛心 感觉很痛心 大家从咱们基督教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什么是社会正义 他们走到了多偏远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讲的正义应该是这样 就说公平并不是指结果的公平 而是应该机会的公平 实际上我觉得像这个共和党这个理念的话 是讲这个机会的公平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 比方说像我们都是外面移民来的 我们到了美国 我们都有同样的机会 我们可以慢慢凭自己的努力 可以达到你说想达到的这个程度 而不是像民主党讲的 我们提供一个结果的公平 你来了 无论你多努力 如果你的人种不对 或者肤色不对 你就不能 我觉得他们倡导的这个的话 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些很多的打砸抢啊 那些东西啊 也是在鼓弄 这个鼓惑人心 我觉得 比方说 你呢 直接就可以有 因为你是黑人啊 或者你因为你是什么人种啊 你就能够得到什么什么东西 你上学上学也可以 上学但你就会有这个比例 现在就是这样 有很多大学生在考虑啊 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人口的比例 来录取多少人 其实我们华人是受宣者 对啊 我们就是应该真的 受到不公平 我讲个笑话 如果你说加州那个很多人都可以拿钱的话 因为是属于黑人的后裔嘛 对啊 那他们压根都没踏上过非洲的土地 是 那我在想说 我们华人是不是也可以去申请一下呢 因为周金山也是很多华人这样子 当初有受宣家的 那我们看看我们祖宗八代 有没有跟他挂钩一下 东西大铁路 从利益角度讲 从利益角度讲 应该这样做 但是我们不能从利益角度 我们是从价值角度看 对 其实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 民主党的很多做法 真的是社会主义的做法 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说 我是来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国家长大的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国家 是不是 因为我们是国家就有一个政策 高考的时候 只要你是少数民族 就给你加分 对对对 它似乎能够 能够所谓民族平等 这是个社会主义概念 我们多年不习惯了 所以我们家很多人 那个孩子高考完了以后 都要改自己的民族 从汉族改成少数民族 甚至都迁到那边去 对 你像这种事情 是个社会主义的概念 是不是 你为了种族给你加分 种族得利益的话 这是社会主义概念 社会主义的话 并不鼓励人 去努力上进 因为我们以前都经历过 对不对 我们经历过大国饭 人民公社 一旦那样的话 大家 你干多少都一样的报酬 结果就不鼓励人 最后的话 导致大家连饭都没得吃了 对不对 以后 也无利于社会的进步 对呀 然后我们保产到户 然后大家自己有自己的责任了 反而一下就发生起来 我下乡的时候 文化革命我当过 我是知识青年 我去下乡 到那个地方生产队里面 大家都是 大家每个人留那么两亩地的自留地 其他的土地都是公社所有 大家劳动的时候 去那边劳动都是吊儿郎当的 根本不认真 只要队长不在 大家都去休息去了 结果长的庄稼是非常非常差 结果自己的两亩地的自留地里的庄稼 长得特别好 那么就会发现这种吃大锅饭 这种所谓的这种 违背了市场规律 这个完全行不通的 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发展这么快呢 是吧 因为考虑到 就是说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 你要把这种制度再重新搬到美国来 这是不可以的 也不可能的 最近这些黑命贵运动啊 好多这些年轻人 他的激情是可以理解的 他向往一些美好也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没有这种惨痛的教训 像冯老师这个 那个时候知青 开始打砸抢 红卫兵对不对 把政府也推翻了 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砸了 砸完了之后 最后怎样对待这些知青的呢 几百万人全部到农村去 给你挖个窝棚 你就在那住吧 最后好多很悲惨的 包括我也有亲戚在那 每次回城的时候 然后很高兴 春节该走的时候 就到我家去了 坐在那里苦苦的喝酒 都喝醉了 我真的不想走 在那哭 最后离开 现在他一见面 我就被文化大革命给害了 当初他可不是这么想的 当初他是激情青年 然后我就要砸毁 然后我就要建造一个新世界 其实就是我们上一代人走过的这条道 其实我们基督徒有义务 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告诉他们 我们犯过的错 你们不要再去走一趟了 所以你现在就是好多川普 现在的支持者 包括南美的 包括古巴的 甚至包括很多亚裔 包括我们华人 大家为啥 你很纳闷 为什么支持川普 他们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看的是原则 是另外一个高层次的东西 不仅仅是你今天的利益 而是我未来下一代人 下几代人的幸福 今天呢 昨天今天看的报道 就是在佛罗里达是个摇摆州 这个摇摆州 拉丁裔对川普的支持 已经超过了拜登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的拉丁裔 很多人他们都是古巴难民的后裔 他们知道在社会主义那个策略 他们是坚决反对的 所以在那个地方 他们支持川普的人超过了拜登 这也是一个状态 但是目前为止 这些年轻人 他们现在出来打砸抢 出来烧的都是年轻人 他们真的什么也不懂 但是我们今天在座的 如果你看着这个节目 从基督信仰的角度 来考虑自己的价值的话 你会发现 这所谓的社会主义一套东西 在这边是行不通的 我们也不愿意 让它能够在这畅行无阻 但是你知道吗 现在你像那个 就是Sanders 最近他前部都就讲了一个话 他说你知道 我开始出来选举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我太左 太社会主义 现在看来 我已经站到中 就是这个midstream去了 基本上大家的观念越来越像我了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 如果民主党再往左转的话 那真的是离社会主义就不远了 这个情况我们不能让它发生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